陳茂波專訪力保金融中心先要止蝕 反修例風波延續兩個月 甚至成為國際以至中美角力的議題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本部專訪時說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現時所受挑戰 比2014年佔中期間更大 但當時和今日其中有一些比較大的分別 就是今次見到一些暴力的情況出現 而且不止一次 是很多區發生 今次亦出現一些堵塞重要基建的情況出現 這個情況事實上是影響了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陳茂波說 現時香港金融市場 不論是銀行體系 貨幣或者股份交易都未出現異常 但長期社會不安的影響不可忽視 6月、7月大致上從資金流走方面 不見到一些大規模的情況 但同時間我們又看到鄰近其他地方 雖然我們沒有大流失 但我們又沒有增長 而別人又增長了 短暫目前來說最重要是止虧 止虧了虧了 努力出去開拓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是真的有優勢 一國兩制、法治、自由、多元 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精神放回去 努力提升我們自己的競爭力 我仍然覺得我們是很有前途